压力大,因为房贷车贷让很多人都觉得像是背了一大块石头 现在回想一下,还是小孩子时期快乐 那个时候只要有一顿好吃的,就会开心好久 之前一一听到这么一个说法 那就是,在吃香蕉的时候会感觉到快乐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 香蕉这种水果在全球很多地区都有 这些香蕉不但有很丰富的营养价值 而且多吃香蕉还能治疗便利呢 在印度,香蕉不单单是一种水果 因为有印度小伙用香蕉树钓鱼 先是把香蕉树给掏空 然后就把这株香蕉树给扔进河里 在把这株香蕉树给捞出来的时候 就能收获到许多的大鱼 很多网友在看到后都表示 这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几个小伙拿着砍刀 在砍树上的香蕉 再把香蕉给砍掉之后 就连香蕉树都不放过 把香蕉树也给砍倒在地 这几个小伙子非常熟练的 就把多远的枝干给砍掉了 看起来这几个小伙 不是第一次砍香蕉树了 能把香蕉树上面 多远的枝干给砍掉之后 就把这株香蕉树 给从中间剔开了 然后把里面的木星给取出来 再把两片香蕉树给系在一块 把这株香蕉树 给扔进河里一段时间 就能捞出来很多大鱼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吗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